网传视频显示 一辆有诸州特警标志的装甲警车广播喊话说 现在对越塘街道重点区域进行武装巡逻 要求市民严格遵守防疫规定 不出门 不串门 不聚集 并威胁对不听指挥 违反防疫规定的将严厉处置 诸州居民表示 诸州二日起封城 日前发生多名防疫人员被砍烧 之后多地解封 只有河塘区和卢宋区两个区还没解封 两地是服装厂车间比较密集的地方 有很多外来员口疫情严峻 诸州居民还表示 向政府订购的高价蔬菜包 常常不能按时配送 封控十多天不少人断粮求助武门 新唐电视台记者雄斌 王允宁采访报导 豪宁强